没事 没事 大夫 我娘她怎么样 她得了什么病啊 得了邪风 非常严重 那还能救吗 要快 那快救啊 快救 快救啊 快救 先付钱 多少钱 先付 三块 三十 我这有 三十啊 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 大夫 我们真的付不起啊 三十 那这样 你先救我娘 剩下的钱 我再去借 我们再去借 借 借啊 这是药店 不是善堂 你娘要治病 我也要吃饭 大夫 我求求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大夫 我求求你了 行 行 你拿三十块 我才救她 阿苏 你看着你娘 我去借 大夫 我求求你了 你先救我娘吧 大夫 先救我娘吧 剩下的钱 我们再去借 借啊 我在去借啊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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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准钱 你有没有三十块钱 没有 快走吧 哎 救我 阿苏 大夫 我娘肚血了 肚血了 你看 你钱拿到了没有 没有 你先治他 不太多血了 那不行 等一下吧 你别走 别走 娘 曳花 曳花 我 我想借点钱 没有 娘 娘 娘 你没事的 娘 没事 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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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你 你救她 你救她呀 救死由命 你把他抬进去吧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过我的事啊 救手 你干什么你 你别把我这医生 你 是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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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要是董医书的话 相信我娘一定可以救活的 所以你就想学医 我的医术都是跟书上学的 一般的病 我还能应付 不简单啊 无师自通啊 论起治病 我比您差远了 那我可以教你啊 教我 这真的 宝芝林现在病人是越来越多 我一个人呢 也应付不过来 反正你现在也居无定所 就到我药天来帮忙吧 好好好 以后我再治病的话 我也用不着四处去偷药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压茶素啊 在这一边 来来来 我帮你拿吧 嗯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你们宝芝林真的 嘿嘿 有这么多的房子 需要很多人打扫吧 没有 就我和老张两个人 哎 你来了 正好你帮我们打扫卫生 嘿嘿嘿 嘿嘿嘿 哎对了 大压茶素啊 你就住这屋吧 来来来来 进来 这个房间呢 虽然小了一点 但它总是个 弃身之所嘛 嘿嘿 不小 不小 比我露宿街头 强多了 哎 哎 哎 喝美茶 谢谢 你一个人到佛山 干嘛来了 哦 我要闯一班事业 哦 好 好 闯什么事业呀 我 我要做一个 名流青史的 英雄 嗯 好好 哎 你带那个烂柴火干嘛 咱们这里有的是柴火 它怎么露出来了 这 这不是烂柴火 啊 它 它是有生命的 嗯 生命 哦 还有生命呢 对 嘿 好好 哎 哎 你先洗把脸 我给你弄点吃的钱啊 哎 孩子 谢谢 你 你 你脚没事吧 黄师傅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我没注意把你弄成这样 眼睛似的 我给你擦擦啊 没没 我给你擦 没事没事 我给你擦 不用擦 擦 擦一擦 不用不用 没事 我给你擦干了 擦 啊 真的没事 这肯定是什么 码头 谁都看到出事码头 不过这附近有好几个码头 我们想知道是哪一个 嘿 杀面 独像啊 看不出来的话也好啊 那钟兄姐没试作 可以看花灯赏月亮了 你想的没 我们是来干大事的 看花灯 要不要喝花酒啊 我讲讲而已嘛 那么凶干嘛 我答应刘厅长的事 就一定把它办好 来来 再看看 再看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 是看不清啊 但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 写这个纸条的人呢 你们怎么这么笨呢 阿苏 没你的事 黄师傅 他们做买卖有他们的路 我虽然不认识李风山 不过我江湖朋友多 我可以打听一下 是去打听还是告密啊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心里有数 我心里没数 你有数 你说出来 对 我心里有个大数 别别别吵了 别吵了 大家留点面子给黄师傅吧 我们是来帮忙的 不是来吵架的吗 桂小琪 你也去打听吧 好 廉宽 干嘛 我有什么让你看了不顺眼 我看你的光头就不顺眼 怎么了 别以为黄师傅说你功夫好 你就了不起 我才不叛你呢 如果三招之内赢不了你的话 我就回去跟黄师傅说 我不干了 你 跪脚气 我还没说完你就动手啊 来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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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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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角器 总有一天我要打败你 买丁离手啊 买丁离手 来来来 开了开了 大哥 这件事千万马步不得 一定都看清楚 是 好的 来来来 太帅了 太帅了 大哥 大哥 你根本就不信我 你这样还不如把我杀得痛快 是 我以前是跟李风山做事 可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兄弟了 大哥 好 那我问他 你去打探消息 为什么人家反过来给你钱 他那是还我钱 他欠我钱 他还我钱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他跟我说了 李风山的交易地点在东方码头 派时 八月十六 我 我 我 咬手蹲枪 饱太阳 小鸡寒鸡 把身藏 和他手上 把剑棒 弃尘三天 你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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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等一下 干什么呢 你看不见吗 当然是教他们功夫了 不干活想造反吗 难关 你凭什么教他们武功啊 就凭我是黄飞红的徒弟 好 好 你是黄飞红的徒弟 黄师傅觉得我资质高 是当今的武学奇才 所以呢 就一定要说我做徒弟 你真是黄飞红的徒弟 那我们要是跟你学武功的话 我们岂不就是 黄飞红的徒孙了 可以这么说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招牌可亮了 就是 咱们要是学会了功夫 以后就不怕被人家欺负了 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学 你呀 没问题啊 学费卸付 出几三块 中级五块 高级呢 当然就要贵一点了龙哥 那我要学高级的 打八折 九折 八五 你这个人呢 平时已经扣我们贡钱 现在还要打折 快去去死了你 大饼 是啊 听说你最近在保之灵办事啊 是啊 是黄飞红师傅亲自找我的 真了不起啊 说真的 一般人黄飞红师傅肯定不会相信的 哎 哥 那黄师傅要你办什么事 是一件大事 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一件会影响到千万百姓的大事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 哥 你好伟大 哎 男子汉大丈夫生出来就要闯天下 不怕贱能勇往直前的 是啊 你做得来嘛 你不过是个卖猪肉的 妈 你还是先给我讨个媳妇 给林家留个香火吧 我最近忙得很啊 哪有时间找老婆啊 你 我就知道你忙 所以咱们慧君表妹说 中秋要来看花灯 我都帮你推了 慧君表妹 是住在潘芋那个长得很可爱的 慧君表妹吗 对啊 还有两个 他说还有两个小姐妹要一起来玩 还有两个小姐妹一起来啊 对啊 哥 不过你实在太忙了 很可惜 我只好帮你推了 就是啊 我中秋节实在很忙啊 再怎么说 我也只能趁上午时间的空档 出来陪他们而已啊 哥 你刚才不是说 人家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 我们必须要一进地主制衣 对吧 慧容 不用 不用着急 不行 我还是马上找黄师傅上来去 哥 还没打完呢 我不打了 哥 来 来 哥 哥 哥 你还是以事业为重吧 不管你实在要是没时间的话 表明那边还是我陪他吧 你就不要去了 没事 我从小看他长大 再怎么说我都应该 还定亲了 对 事业为重 我们继续打牌 来 黄师傅 好 桂甲心啊 坐 哎 打探长什么了吗 听说是东方码头 不过不是中秋 是中秋后的一个晚上 八月十六 可能改了 他们做买卖变数很大的 难道是刘厅长的探子那儿出了问题了 黄师傅 我那边是这么说 不过 具体行动 我看还是你自己考虑吧 还是中秋行动吧 来 来 绑紧点啊 黄师傅 李丰山和他的人马要去码头 这里是必经之路 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假装满家 去跟那些洋人做交易了 对 分开对付比较省力 而且洋人有枪 不好硬碰啊 当心点啊 黄师傅 那洋人会不会知道我们是假装的 他可能见过李丰山啊 他们只看钱不看人 只要拿钱做交易 他们不会管的 对啊 阿西说得对 抓紧干吧 抓紧干 来 上场 人是没有 狗道有一条 你消息是不是真的 文子 可能真的是八秒十六啊 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东方马头 要是搞错了还好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 如果今天晚上 我们真是要照他所说 过去的话 到时候我们在明 人家在暗 那谁能保证 我们到时候不会反过来 被围攻啊 那如果我是李风山 知道有人要算计我 我干脆就把交易给取消 还有啊 我不想以小人之心 猜鬼脚器 但是如果他真的站在 李风山那边的话 我们不但会白费功夫 还非常危险 黄师傅 你说要不要先发之人 把他抓回来 言情可问呢 我说到哪儿去了 黄师傅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信任呢 用人不宜 疑人不用 这是信任的问题 大哥 这个月的账本 您过过目吗 不用了 我相信你 大哥 李风山跟洋人买卖的地点 其实我们是在 不是在东方码头 是在沙灭码头 嗯 是你当初不相信我 我才 昨天你说东方码头 今天你又说沙灭码头 你让我们大家 怎么相信你啊 黄师傅 今天晚上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我不能保证 消息百分之百正确 不过我可以保证 如果要冒险的话 我跟大家一起 绝不退错 我们四个这样就像瞎子一样 前路茫茫 现在只有互相依靠 互相信任 要撞墙 就一起撞 好 要撞一起撞 好 决定了 今天晚上杀灭码头 轻轻 喂 黄师傅 有人来了 雷琦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你们几个分章记录 当他们一个个都进了树林 看我手势行动 散开 好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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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